弟兄前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诗篇54篇 诗篇54篇谈有一个标题 西夫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那时大卫作者训会师 交予灵长 用诗弦的乐器 这个故事是在 撒姆尔记上23章19到29节 我们先看一两节 19节 西夫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 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 山寨中 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 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扫罗王一直在追杀 这个大卫啊 那大卫到处躲躲藏藏 最后躲藏在西夫旷野 结果呢 这些西夫人呢 他去通风报信了 他们因为当时候跟随大卫的人 有越来越多人嘛 几百人 跟着他 那这个行踪一定会被发现的 那就有人跟扫罗通风报信了 就说 王你下来 而且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而是在这个背景底下 大卫写了这首诗 第一节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 大卫一开始 他依靠神的名 神的名就代表神的本性 上帝的公义啊 上帝的慈爱啊 上帝的怜悯啊 就是上帝自己 大卫在困难的当中 他立刻依靠神 也依靠神的大能 为我伸冤 这个伸冤当然 指导的是什么呢 大卫他没有犯罪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起来革命造反 来革除扫罗的王位 没有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扫罗 他自己不敬畏神 神把他的王位废去 所以扫罗他就到处跟人讲说 大卫想要篡位等等 他有一个冤情 现在扫罗请全国之力 要来追捕大卫 所以他觉得我很冤枉啊 我又没有犯错 现在我躲躲藏藏 而且这个还被通风报信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是一个呼吁 上帝你一定要听我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 强暴人寻索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这句话很特别啊 西福人啊 这个他们所在的地方 是西福旷野 距离西伯伦东南方 大概几公里地方而已 五到八公里 那这个旷野 它属于犹大三地 应当是犹大支派 要占领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大卫 是犹大支派的人啊 所以这些西福人是 跟大卫啊 是同一个支派 同一个支派所代表的是 他们彼此的祖先是相近的 等于是我的同胞啊 那外人是陌生人 外邦大卫竟然说 他们是外人 是外邦人 是强暴人 他们眼中没有神 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呢 大卫他非常清楚 上帝对他的带领 上帝要高利他做王 那现在西福人 他们选择扫罗 从一个角度 他们就是直接 抵挡神的心意 对不对 大卫他自己知道 他今天被追杀 是因为上帝要高利他做王 上帝废掉扫罗的王位 可是他知道 他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所以他勇敢的向神祷告 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而那些人 他起来攻击我 不是攻击我 他是起来攻击你 他们眼中没有神 系拉 因为这句话是比较需要思想 所以他有一个羞耻福 等于是要让读者 等于是去回想回忆 对 这些人是这个犹大支派的人啊 他们怎么会是外人呢 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 甚至是犹大支派的人 只要他们抵挡神 和神的心意相违背 在属灵的意义上 他们就像是外人一样 他们竟然是在抵挡神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大卫相信 上帝他是帮助他的 就像我前面讲的 因为他今天会落得这样的光景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窘迫 到处被追杀 要逃亡 要躲避 可是他知道 他是在上帝心意里面的 现实是困难的 是要被追杀的 是危急的 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 他知道 他是在上帝的手里的 在上帝的心意里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意思是要把仇敌对我的 所行的恶行 要回到他们的身上 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 前面大卫 倚靠上帝的名 倚靠上帝的大能 这里是倚靠上帝的诚实 这个诚实指的是信实 上帝是信实的 他与我立约 他高立我 所以上帝是信实的 那现在他们抵挡我 要来追逃我 杀灭我 等于是抵挡你 而你会把这个恶行 回报到他们身上 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 所以你会凭你的信实 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计献给你 甘心计 它是一个额外的献计 它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 比如说赎罪基 赎千计 你怎么样 你犯罪得罪神 你需要去献计 它是一个自罚的 甘心乐意的献上 比较像我们现在的感恩奉献 就是我要向神献上感谢 并没有人要求我 并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 就是我愿意的 单单向你献上的 我要把甘心计献给你 耶和华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大卫依靠神的名 他说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疾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 我的仇敌招报 这里第七节很特别 大卫说他已经得拯救了 他从一切疾难中 把我救出来了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 我的仇敌招报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标题 标题是西福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也就是大卫知道他被出卖的时候 他写下的诗 学者认为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 还不知道结局跟结果 可是他在诗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跟笃定 这是一个先知式的完成时代 他仿佛在信心里面已经看到 他从一切的疾难中 把我救出来了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 我仇敌招报 为什么大卫可以有这样的 笃定和把握呢 是因为他相信神的信使 上帝你 你高立我 做王 现在有人来通报 看起来我很危急 但是我仿佛在信心中 未经看见 你拯救我了 我们回到撒末尔记 二十三章 十九到二十九节 我们刚刚读了十九二十节 西福人通风报信 我们看到二十五节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去寻找大卫 扫罗接收到消息 就赶紧下来追捕了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下到磐石 住在马云的旷野 扫罗听见 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 就是 大卫躲藏 又有人通风报信 扫罗又追来 大卫又躲藏 又有人通风报信 扫罗又追来 二十六节 扫罗在山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在山那边走 这里所描述的事 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了 这恐怕是大卫最接近被抓捕的一次 大卫急忙躲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要拿伙他们 大卫已经被包围了 扫罗要来一个望中捉鳖 大卫被包围住了 没有地方逃 是千军一法了 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 非力士人犯禁强掠 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 回去攻打非力士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 希拉哈玛西罗杰 大卫从那里上去 住在隐积底的山寨里 果然照着大卫在星星里面 所看见的 他得着拯救了 上帝拯救大卫的方法很奇妙 透过非力士人来攻打扫罗 使得大卫得着拯救 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天经文的进度 我自己在思想 大卫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上帝一定会帮助他 第四节大卫说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大卫怎么那么有把握 刚刚我们也稍微解释了 因为大卫他知道 他是行在上帝心意当中的 你看甚至到后面 大卫他自己知道 上帝废掉扫罗的位置 他非常敬畏神 他不自己动手来除掉扫罗 因为扫罗是上帝高利的王 虽然扫罗自己被弃神了 可是大卫不敢动手 伤害神所高利的人 大卫全然的敬畏神 大卫在这个约里面 而大卫他知道 他现在和上帝的计划一致 虽然眼前看起来是 好像上帝失败了 我被通风报信了 我被包围抓捕了 我可能随时要失去生命了 可是他在信心里面知道 上帝一定会帮助我 因为我站在上帝那一边 我站在上帝那一边 他不是说上帝你来站在我这边 他很清楚知道 我全然的敬畏神 我每天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关键 当我们每天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当我们每天努力的 行在上帝的计划中 也就是努力的站在上帝这边 如果我们面对突然来的意外 突然来的攻击 突然来的背叛 我们心里面还有力量 我们心里面会知道 我是在上帝这边的 我们会有平安 我们会有一个笃定 上帝会帮助我 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经验 是我在花莲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到花莲 要开拓学生工作 就租了一个店面 就是民宿 周间我就去带团契 六日我就做生意 做民宿生意 那时候房东告诉我说 他每个月的营业的收入 大概八万块 所以他租给我 这个店面五万块 那我觉得也没关系 三万块我会够活了 他说因为他已经经营了很久 所以有固定的客源 那我想也好 那我就继续经营 可没想到呢 我签约之后 他就在我们的 租下的店面的对面 就是他的家 他开始另外一个民宿 他把所有的客源 就带到他自己 现在的那个民宿里面去 所以我在忘记的时候 每个月的营业额居然就一两万 我感觉到被背叛 我感觉到被欺骗 我有很大的害怕跟惊恐 那在当时候 心里面有很大的委屈 甚至是愤怒 我会觉得 为什么你这样欺骗我 所以当我看到 他在门口招呼客人的时候 而且他会跟客人讲 就说我们跟他们 他说都一样的 我们这边是比较新的 那我会觉得不一样 现在是两个老板嘛 那当然这本来就是 他经营的客人 只是对我来讲 他承诺我 他过去的经营的客户 是会给我们做的 那我心里面就有 很深的这种担心 愤怒各样的委屈 就好像大卫 他想说他躲在犹大的山地 这是犹大之派 是我自己的同胞 他想也没想到 居然是被这一群人出卖 我想也没想到 因为我付不出房租的话 房东也收不到房租 我想也没想到 房东居然抢我的生意 那时候我觉得 他在抢我的生意 可是在那个当下 我一样求告神 我求神帮助我 怜悯我 帮助我是站在他那边 所以我努力的 向这个房东表达恩慈 表达祝福 我也努力的 勤奋的工作 甚至我记得 十一奉献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我是不够的 但是我愿意 就是说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 表达我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就看见我要奉献的时候 我看见我的手一直在抖 那个抖在于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这一奉献下去 我那时候的孩子 家人 还有没有钱买食物吃 老大才三岁 老二才半岁 就是五个月六个月 心里是 在当下就是做一个决定 主我要在你的心意当中 我不是要用那个奉献 来交换恩典 没有 那个奉献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是把自己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成败 交在上帝手中 我不要交在我自己手中 我也不要交在房东的手中 我的成败不是房东决定的 他可以 他可以这样对我 但是我知道 我的成败在上帝手中 我不是依靠自己 并不是说 我那十一奉献没有给神 我自己有更多的现金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部 我把一切的结果 交在神的手中 那个奉献 对我来讲是 帮助我全然的站在神这边 我在告诉我自己 我们一定要站在神那边 假使最终 我真的完全 没有办法付出房租了 我完全失败了 我也知道 这是上帝允许的 我把所有的结果跟决定权 全部交给主 因为我深信 我要站在上帝那边 我深信 我走在神的计划中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信仰生命的态度 然而感谢主的事 他没有让我 就此结束 他每个月信实的供应我 好像玛娜一样 我在那一段极为缺乏的 或者说没有办法自己掌握的日子当中 我心里面充满了敬畏 因为上帝用各样的方法 供应我 帮助我 让我每个月可以够来支付这个房租 感谢主 各位弟兄姐妹明白吗 我们必须每天 持守在上帝面前 过一个敬畏神 与神同行的生活 我们必须时常确保 我们是站在神那边 以至于当 甚至有背叛 有伤害 突然的意外临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 有一个信心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因为我们确信 我们是走在神的计划中 我们就有勇气 有笃定 有把握 神一定信实的来掌管一切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为着突然遭逢 跟挑战意外 甚至背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刻 有一个决心 我们要站在你那边 我们要走在你的心里当中 我们的生活 要与你同行 讨你的喜悦 以至于 纵实现实环境 看起来很危急 看起来对我们很不利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将一切的成败 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有一个确信跟把握 你必定要帮助我们 主我们谢谢你 求你继续施恩怜悯 透过每一天的诗篇 对我们说话 给我们力量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